你从来没有见过妈妈 那你对妈妈有情感吗 我看到电视剧或者新闻报道 关于地震之类 妈妈做出的那些举动 他们都会把生的希望 给自己的孩子 妈妈都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都会接受下来给孩子 我就想 妈妈肯定是一个特别伟大的 妈妈就是特别伟大的 会特别爱自己孩子的 能够为自己的爱子付出所有的 爸爸说是自己把妈妈打走的 然后又说妈妈不在了 从小到大就没有见过妈妈一面 似乎这个有点离奇 有点离奇 我问一下爸爸打过你没有 没有 我评仪特别差 但是妈妈从来都不舍得批评我 也不舍得打我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 肩膀病 如果我真的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我还会继续问爸爸 如果爸爸还是不告诉你呢 我从小到大 就像是被一个问号给包围的孩子 这次我真的很苦的 我很想知道妈妈在哪儿 我很希望爸爸能够理解我这种心情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那么我希望爸爸能够带着我 去妈妈的坟前告诉妈妈 女儿很争气 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果妈妈还在世上 却无法与你相见 为什么呀 我是她的女儿 至少应该让我知道 为什么不愿意和我相见吧 按我自己的常理来推断的话 如果妈妈还在 不可能这19年都不见你 如果19年都不见你 她还在 那么接下来她更不会见你 你还会去找她吗 如果这是她给我这么多年 苦苦思念和苦苦追寻的 一个答案的话 那么我感觉 我没有必要去打扰她的生活 就是要让你把这些事想清楚 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见 妈妈 妈妈 你来了吗 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没有来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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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打了这么多人面笑 妈妈 妈妈 我第一次喊得这么大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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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很失望啊 为什么妈妈没有来 为什么呀 我是她的女儿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妈妈的 你有点像个我吗 你平复一下 我帮你拿着 你不会有点不舒服吗 没有 你站稳啊 把眼泪塞一下 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你妈妈没有死 你妈妈还在 还在 没有死 对 她在你一岁左右的时候 离开了你 但是她离开的原因 不是你爸爸所说的 把她打走 是另外 有别的原因 我告诉你的这个 情况可能很残忍 但是因为你已经成年了 我必须告诉你 有一个神秘人知道 这前因后果 所有的 完整的事情 你想知道吗 想 你想见到吗 想 你做好了心理准备吗 嗯 那我们再开一次门 好 你自个儿去开 嗯 好吧 你自己数五个数 然后把按键 按下去 好吗 五 四 三 二 一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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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不要哭 爸爸你告诉我 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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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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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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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西云忠 今年48岁 是莎莎的巴胆 爸爸 来到河北 他为什么要找妈妈 你心里很清楚 他从来没见过妈妈 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疑问 你是准备在这里 一一的解答给他吗 爸爸 你告诉我好不好 别人都有妈妈 爸爸 我不要哭 我不要哭 我不哭 爸爸 你也认识我 我不哭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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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这个一个大老爷们啊 这个流泪啊 就让人心不落人 老徐的性格也比较内向 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父女俩 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父女俩 让他们自己说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是 父女俩的告白时间 爸爸 你告诉我好不好 女儿现在长大了 女儿正经业考上我大学了 我已经是本义 爸爸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真的想知道真相的 爸爸 女儿 爸爸 对不起 没有 爸爸 爸 别哭 我 爸爸 你别哭 好不好 爸爸 你别哭了 是爸爸没有本事把你的妈妈留住 因为你爸爸被本事赚到钱 让我 让他撑架 他是跟别人走的 不愿意给我们受罪 可是你原谅爸爸 你怎么会告诉我 爸爸你还在骗我 没有骗你 爸爸就正在 怎么说 咱们家那小羊没了 那母羊都会骗 不要 爸爸你还在骗我 不要死 我 别我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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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